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课程 第五阶段的第一节课 那么在第四阶段呢 也就是前两阶课 我们先回顾一下 我们讲了什么内容 在上一阶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临近取样 也就是K-Mirrorist Neighbor的算法 我们通过一节理论课和一节 结合实际应用的课程呢 跟大家详细介绍了这个KNN的算法 那从本节课开始呢 我们将跟大家开始介绍 叫支持向量机 英文叫Support Vector Machine 也是机器学习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法 那么因为Support Vector Machine 这个内容呢比较多 而且算法比较复杂一些 所以我们将花总共四个小视频 四节课的时间 跟大家介绍这个算法 其中有两个理论课和两个 结合实际应用的课程呢 跟大家详细介绍这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算法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所以本节课我们跟大家介绍 上半部分的支持向量机 也就是叫Support Vector Machine 简称SVM这样一个算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 那么SVM这个算法 最早呢是由这两位学者 Aladimir和Alexei 早在1963年就提出了 这个SVM最早的这个算法的原型 目前的这个版本呢 也就是也叫Soft Margin 是由另外一名学者 Korina和之前原始提出原始版本的 Yapeniki在1993年提出的 并在1995年发表 可以说呢在2012年左右 这个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出现之前 Support Vector Machine这种算法呢 可以说被机器学习界认为 近十几年来是最成功的 表现最好的算法 也可以说几乎是SVM 在众多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领域中的所有算法中 有点独领风骚的这个意味 好 那么我们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机器学习一般框架 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两种算法 这个决策数和KNN 那么一般的框架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数据集 是吧 作为训练集 我们从训练集的每一个这个实例中 我们要提取一些特征向量 针对这个特征向量呢 然后我们结合一定的算法 这个算法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是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之前学过的这个Decision Tree 这个决策数 或者是KNN 也就是这个临近取样的算法 也可以用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SVM 然后呢来得到结果 也就是说 得到我们训练好的模型 所以有新实例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 就是得到的这个模型 来预测新的实例 对它进行分类 好 那么这样就是一个 技术学生的一般框架 下面我们给大家开始介绍 SVM Support Backend Machine 这种算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大家来看一下这样一个图 假如说有一个 二维的向量 因为如果超过三维的话 我们在这个 纸上就不好表达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例子可以说是一个二维的一个向量 但是实际上可以是一个N维的一个向量 是吧 那如果二维的话对应的就是一个平面 三维的话对应的是一个体 那如果是高维的话 我们把它可以想象成是一个Hyperplane 也就是一个超平面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二维的例子 就说在这个空间中 假设我们提取了一些实例的向量 那它就可以被映射成这个空间中的一些点 对吧 假设我们现在有两类的实例 就是说这些黑点代表了一类 那这些白点代表了一类 好 假设我们现在的目的是 我们需要在这个二维的空间中 再画一条线是吧 画一条直线 来区分这两类点 最好的区分这两类点 也就是说 在未来如果我们有别的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预测这个新的点 是最可能属于哪一类 我们来怎样画这条线呢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问题 或者我们再扩展一下 说我们在一个超平面中 这不一定是2D的 假设我们想象可以是一个N高维的一个坐标系 那这个坐标系中能有一些点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条线 也就被相对的 相应的扩展成了一个超平面 叫hyperplane 也就是说 在这个hyperplane中 我们如何来找 确定这个hyperplane 是它最好程度的 可以划分两类不同的点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我们想想 我们可画多少条线 其实可以有无数条线可以画 是吧 比如大家看到这个绿线 我们可以这样画一条线 那它可能区分的不太好 那我们画一条蓝线呢 还OK了 就是蓝线我们看到 它把黑的都区分在左边 把白点在右边 那我们还可以画这样一条红线 红线和蓝线有什么区别呢 红线也是把黑点和白点区分开了 那么这三条线 或者说别的潜在我们可以画出来的这个线 我们怎么样来建立这一条直线 可以最好的区分 这些点呢 两类点 好 有的人同学可能说 凭直觉来看的话 这个绿的肯定不靠谱了 绿线的话 它没有把白点和黑点区分开 那蓝线感觉貌似还可以 红线的话更好一些 那为什么我们感觉红线比这个蓝色的线要好呢 好 我们下面就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引入了SVM Support Web Machine的基本的一个创造的这样一个动机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找一个超平面 也就是说在这儿可以看起来像一条线 其实是一个超平面 就是说我们在SVM呢 它的动机是我们寻找一个超平面呢 它可以区分两类的点 那我们找一个怎么样的超平面呢 使边际 也就是margin最大 什么叫我们边际呢 也就是说 这个超平面到两侧最近的这个点的距离 再看到这个点 这个距离和这个距离加起来叫margin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例子 上面这个例子类似 大家看到 上面这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两类点了 跟我们刚才那个例子非常相似 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hyperplane超平面来划分 那么呢 我们从图上来看的话 这 这一个带形带状的区域 就叫做我们的margin 也就是说 这个两边的距离加起来 这个距离就叫margin 那我们看到 我们如果做画这样一条线呢 我们这样有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margin 也就是一个边际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画线 稍微清醒一点呢 我们看到明显这样画线的话呢 它这样的margin 这条线对应的分出来的这个margin 也就是边际呢 就要比上面这条线要大一些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margin要大一些更好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我们画好以后 我们区分一些新的点的时候 如果区分一些新点的时候 如果给一个新的点 给它归类的话呢 这个dar的margin呢 它就犯错的几率比较小 对不对 就是说假如说这个点在这儿的话 它仍然是区分的对的 所以呢 这就是SVM的一个基本的动机 就是我们需要寻找一个hyperplane 寻找一个超平面 使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达到的目的就是说 使它最能够把这个边际 也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margin 最大化 我们要寻找这样一个超平面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潜在 可以有无数个超平面 是吧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选取一条 一个超平面 是它的边际最大呢 也就是说 我们如何选取这个超平面 使它的这个margin 可以maximize 我们简称这个叫 最大超平面 就是边际最大的超平面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maxmargin hyperplane 也简称mmh 所以我们提到这个mmh 我们就知道说是 我们要寻找一个超平面 使边际最大化 好 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 就是说我们超平面到一侧 最近点的距离 要等于另外一个距离 当我们这个边际最大的 是吧 就是在这个边际内呢 它到两侧最近点的距离 是一个等距的关系 而且呢 我们画出来这 跟它平行的这两个超平面 也就是接触到这两个点的超平面 它们也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 想一见的东西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建造这样一个超平面 那么在这个讨论如何建造超平面之前呢 我们跟大家先介绍两种基本的情况 一种叫线性可区分 也叫linear separable 和线性不可区分 linear inseparable 两种情况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同学们可能会考虑 刚才我们说到 我们有两类点 是吧 我们有两类点呢 我们说找一个hyperplane 找一个超平面 把这两类点区分开 那这两类点 是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可以被区分开呢 答案是否定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现在有一些蓝点 蓝色的圆圈 表示一类的实例 是吧 还有红色的这个小叉 我们表示另外一类实例 那么我们现在画一条线 把它们俩尽可能可以区分开 占有一个没有被区分开 是吧 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说它是线性不可分的 就是说我们无法在这个空间中 找出一个超平面 可以完全把两个点区分开 底下这个例子就更明显一些 我们看到 我们如果想什么叫linear 就是我们这个hyperplane 是一个线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2D上来看的话 它应该是一条直线 那么它底下这个例子呢 就更难了 是吧 我们这是画了一个圆圈 但是我们如果想画一条直线呢 无论怎么样画一条直线 我们都是无法把这两类样本区分开的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底下这个例子也一样 是吧 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这个黑点 那么刚好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直线 把两类区分开 但是因为有这类这个黑点的存在 我们看到在这空间中 无论如何画 我们画这条直线 或者说我们空间中的这个超平面的话 我们都无法通过这个超平面 把两类点完全区分开 所以这些情况呢 我们就称作它是linear inseparable 就是说它是线性不可区分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个线性的超平面 把它区分开来 也就是我们刚才上面提到的这种情况 同学们再看一下 是吧 这种情况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通过做一条直线 在2D中 或者说在高位中的空间中 我们做一个超平面 可以把两类点区分开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叫做线性可区分 叫linear inseparable的情况 那这是有的同学可能心生疑问了 说那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说SVM是为了找一个超平面 把两类点最大 是它不但要区分开来 而且要有最大的这个边际 那针对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线性不可区分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呢 好 SVM有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这节课 第一节内容 我们先不考虑这种情况 我们只考虑简单的情况 也就是说 当这个点的分布呢 它是线性可区分的 linear inseparable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建造这个SVM的这个超平面 好 所以我们只考虑简单情况 就是线性可区分的情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定义和建立公式 来解决这个SVM中的超平面的建立的问题 首先我们从数学上可以把超平面定义成这样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 W乘以X加上一个B等于0 W呢 这里是一个向量 我们可以理解成一叫weight vector 它是一个 类似于一个权重的这样一个向量 那么这个X呢 就是我们给物的这个训练实力 是吧 然后它的维度呢 当然说就决定了是我们的那个训练实力中 它的特征向量的维度 比如说我们特征向量有三个 那么X就每一个X就是一个三维的向量 当然说这个W和X的维度是它是对应的 是吧 W呢 它是一个 1乘以一个N这样一个维度 X呢 是N乘以1的一个维度 那这个B是什么意思呢 B在这里我们定义成一个bias 叫做一个偏号 就是偏向 那么这个超平面可以被定义成 WX加B等于0这样一个方程 所以呢 W既然它是一个weight vector 它是一个关于权重的一个向量呢 它可以写成里面有N的W 是吧 这个N呢 就是说我们有特征值的个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就说假设这个特征 特征那个向量是二维的话 我们有两个特征值的话 那对于每一个X的话 它有一个XXR 对吧 那么对W的话 它也是一个WE和WR 然后我们如果这里把这个B啊 就像我们定义这个bias 就是它的一个 作为一个小的偏好 也当做一个W的话 额外的一个W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之前这个方程 写成这种形式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在二维特征向量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写成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刚才 之前定义的这个B 是吧 然后呢 W1乘以X1 W2乘以X2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就是关于这个超平面方程 如果在二维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超平面上 在这个平面上 也就是说 它所有的点都满足这个方程 对吧 其实这也好理解 我们可以想一个2D的情况 在2D的情况下呢 我们原来在解析几个合中 学过一个基本的公式 也就是说 每一条直线可以写成一个方程 比如说AX加B的形式 点斜式是吧 A就表示这个 它的斜率 B就表示它的结局 那么所有的点在这个直线上 都满足AX加B等于0 我们可以这么解释 就是说 我们如果高维的话 也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W就有点像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斜率 只不过它是维度更高一些 这个X就相当于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X自变量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所有的点 都在这个超频面上的时候呢 它就满足这样一个方程 好 那我们下面进一步来定义 就是说 在超频面右上方的所有的点 也就是这些白点呢 它都满足这样一个情况了 那既然在超频面上的点都满足 它W0加上W1乘以X1加W2乘以X2等于0的情况呢 那当然在右上方这些点呢 它都是满足一个大于0 也就是同样的公式 它的值是大于0 那么所有的左下方的点呢 它都满足小于0这样一个条件 是吧 所以我们就看到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据公式的建立 来定义了三种 就是超频面和它上下点的满足的条件 好 那我们下面进一步定义 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weight它的调整呢 可以使超频面边界两边 产生这样一个定义 就我们定义一个Y 这个Y值表示什么意思呢 Y值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点它的class label 也就是说它的归类属于哪一类 那这个问题中我们只有两类 所以呢 就用正1代表一类 用负1代表另一类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调整这个weight之后呢 我们使建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说 我们当这个公式 它大于等于1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它 这个所有的yi都是一个 比如可以理解成正例 就是一类值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定义出来这个和超频 超频面平行的这个超频面 靠上面这个超频面 它的 所有的右方的值都是正值 所以呢我们就产生如下定义 就是说 he 也就是说 we0 加上we乘以xe 加上wr乘以x2 那么 它是针对所有的yi 大于等于1的 它都是大于1的 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让 刚好 在这个平面上 在这个平面上 在与超频面平行的这个右上方的平面上 它的 上面所有的点都满足 恰好等 大于等于1 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所有的yi 都是等于正义的 那么 对应的情况呢 就是说 在左下方呢 我们看到 我们就定义之前这个方程呢 它都小于等于负义 这时候呢 所有的yi都是等于负义的 那么 针对这个上面两个式子呢 我们就定义出来的这个超频面 两边边际的这个 两边的这个定义 是吧 也就是说 就两个 另外的两个平面 一个是大于等于1 一个是小于等于负义 针对的y 刚好是正义和负义 那么 从这个式子呢 我们把它两个综合一下 我们就可以到下面这个公式 是吧 因为 我们看到 如果这个是正义的话 这个是负义 这边是小于等于负义 那把两个公式综合一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 针对yi的一个方程 也就是说 针对w0 加上w1乘以x 加上w2乘以x2 针对它 作为一个变量 我们yi 可以总是大于等于1的 是吧 我们可以反推一下 我们看到 这是小于负义 是吧 我们 这个yi是等于负义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 两边通知成一个负义的话 这边也是 大于等于1 所以 这样比较情况就统一 统一出来了 好 那么 也就是说 针对所有的i 这个i什么意思呢 针对所有的 就是说 我们到底有多少个点 针对所有的i的话呢 我们都满足这个条件 也就是yi 乘一个w0 yi对于它的一个函数 就是w0 加上w1乘以x1 加上w2乘以x2 它是大于等于1的 综合我们以上两个公式 所以说 也就是说 所有座位在边际和两边的超频线上 被称作支持向量 什么意思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svm的算法 不是叫support vector machines 那这个中文叫支持向量机 什么叫 那什么叫支持向量 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在这个图上 它凡是刚好贴在这个边际的 这个 就是所在的这个平面上 比如说这个点 还有这个点 那么他们呢 是用来定义 这个边际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和我们要建立的 这个超频面的距离 是属于最近的两个点 当然有的情况它可能是多个点 那么这几个特殊点呢 它就被称作support vector 也就被叫做 这个支持向量 因为他们是支撑这个 我们要建立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边际 这个区域 并且来用来建立这个超频面的 所以这些特殊点 所以这些特殊点 在所在这两边的这个超频面的平面上的点 我们就叫做support vectors 支持向量 好 那么下面通过一些数学公式的推导 因为这节这个这门课是我们一个基础课 我们就不跟大家详细介绍这个推导的过程了 但是得出来一个结论呢 就是说这个分界的超频面 H1也就是H2 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最 最大化的这个超频面 两边跟它平行两个平面上 他们俩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俩和我们刚才所要建立的这个超频面 他们之间距离呢 最后可以推导出来是满足这个公式 是1除一个W的norm 其中这个W的norm的意思呢 是指它的范数 它具体资算方法 也就是我们以前在先进代课中学过 针对每一个值 它的平方加起来 然后就开方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Euclidean的norm的范数 好 所以说我们推导出来一个结论呢 就是同一模型技术 就是说我们分界的超频面 也就是我们要建造的这个超频面 它到任意一个support vector 比如说这个点 到这个支持向量 或者到这个点 它的距离呢 都是1除以Wnorm 好 那我们 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这个整个这个margin 这个边际 它是多少 两边既然是等距的 其中一边的距离是E除以Wnorm 两边加起来 那就是E除以Wnorm 加上E除以Wnorm 那是不是就等于2除以Wnorm 好 这就我们就看出来了 我们要最大化的一个距离 我们要最大化的一个距离 我们就数据方法定义出来了 是吧 就是说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2除以Wnorm 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slide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表示出来了 我们要最大化的这个边际距离 它就是2除以Wnorm 那我们现在要求一个解是吧 我们如何能找到这个最大边际的超频面呢 是边际最大的一个超频面 也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MMH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方程来表示它是吧 我们如何来找到它呢 这个过程相对来说复杂一些 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数学公式和定理来推导 那么这个就超出我们这门课的范围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跟大家详细解释推导过程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利用一系列数学公式的推导 以上的公式 就是我们刚才建立的这个公式 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公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突优化 有限制的一个优化问题 公式一可以变为一个有限制的突优化问题 英文叫convex quadratic optimization 有problem 那么利用KKT条件和拉里朗日的公式呢 我们可以推出这个最终我们要建立的这个超频面 可以被表示为这样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超频面 名字叫MMH 它也可以叫做决定边界 decision boundary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用这一条建立的超频面来做决定 对于一个新的点 它是属于哪一类 是吧 那最后我们只要记住 我们这个结论可以表示为这样一个公式 它就是我们要建立的这个MMH 也就是使边际最大的超频面 那这个公式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每一个值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求和 从D到DL 那这个L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一共 是有多少个支持向量点 因为大家看到大部分的点 其实都不是支持向量点 是吧 其中只有个别的属于支持向量点 那么我们只是对 从属于支持向量点的这些点 对它求和 好 那Yi是什么意思 Yi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个支持向量点 Xi什么意思呢 Xi就是说 我们 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个我们找到了一些support vector 是吧 我们找到了一些这个支持向量 那它具体的标记 就是 Xi 那Xt什么意思呢 Xt这个t是转制矩阵的意思吧 就是transpose 那么X本身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预测的测试的这个实例 我们假如说不知道某一个新来的实例 它是属于哪一类 那么我们把它带入这个方程 那要带入的这个实例呢 这个就是用X来表示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B0 B0呢 和这个我们刚才还没有提到这个alpha i 这两个值呢 都是一个具体单一的值 它们两个都是通过 刚才我们解决这个优化问题 所算出来的一个具体的值 其实 有些同学可能 比较熟悉的话 Lagrand方程都知道 我们这个alpha i 其实是Lagrand方程里面的一个乘数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一次介绍了 这每一个值的含义 那这个方程呢 就代表了 是边际最大化的 这个超平面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实例进来的时候 我们把它带入这个方程 看它的值是正的还是负的 根据它的符号 就可以把相应的这个点进行归类 也就是说 对任何测试的实例 只要带入上面这个公式 我们得出的符号是正还是负 如果是正的话 就证明这个实例是在我们的这个 要见的这个超平面的某一侧 是吧 也就是说它是正的 比如说就像刚刚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图里面的 比如上方 那对应的 如果我们带入的值 它算出来的这个值是个负值的话呢 那它就属于底下这一类点 是吧 它的这个class label 也就是这个 归类的标记的话 就属于负值 好 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基本上这个svm的一个框架 是这样的 我刚才是不是给大家说错了一个地方 一个口误啊 就是说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yi 是支持向量点xi的标记 也就是说 我们任何一个支持向量点 它有一个本身它的特征值 这个东西叫xi 对吧 它的对应的标记 也就是它是正一还是负一呢 那它指的对应的就是yi 所以x 表示的是支持向量点 也就是说它的特征值 yi呢 表示这个点 它的标记 是吧 比如说是正一还是负一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具体来怎么计算 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个svm的算法 好 假设我们这里 有一个二维的这个特征向量 有两类是吧 一类用方框表示 一类用圆圈表示 那假设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 来做一个用svm的方法 来做一个分类 建一个分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建立的公式 跟这个类似也就是说 我们定义一个方程叫gx 那它等于呢 w也就是我们之前所定义的这个weight 或者也可以叫做omega 它的转质乘一个x 本身这个向量 加上一个bias 也就是偏向 就是b 也就是对于所有的 在这个左边的点呢 那么它的g的值 就是这个方程整个的值都是大于等于1的 那么在它右方的点呢 都是小于等于负1的 所以在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绿的这个直线上 那它都是等于0 是吧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以g 以g 已经求解到几个 支持向量的话 那我们怎么来 知道 这个分界的方程 也就是这个超平面 在这里面就是一条线 它的方程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假设我们已知之三个点的坐标 那么我们如何求出来 这一个使边际最大化的直线 它的方程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运算过程 也就是说 首先呢 我们利用这两个点 之间的差 来求出 它这个weight vector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w 我们可以叫做omega 它是比如说23点 相对减去的1点 也就是a和ra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我们的weight 可以表示为a和ra 是吧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omega 或w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当可以把这个weight vector 我们在这就叫它omega吧 那么omega它等于a和ra 是这样一个相样的时候呢 因为 这两个点 分别都在这个support vector上 这两个平面上 是吧 就是我们要想想像这儿建一个平面 这儿建一个平面 那么它应该分别满足两个方程 是吧 一个就是说 g值等于负1 一个是g值等于1 那我们就分别把这个x等于11 代入这个g的方程 那么就也就是说 我们记得啊 这个g的方程是w乘以x加b是吧 这块的b我们就用w0来表示啊 或者叫omega0来表示 所以呢 就是说1乘以x是吧 这个x是等于1 x1等于1 所以x1乘以omega1 也就是1乘以a是吧 等于a 然后x2还等于1 x2乘以omega2 那就1乘以ra 加上这个 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w omega0是吧 也就可以当作那个bias 它等于负1是吧 也就是代入 就等于说把这个点的值代入 我们之前建立好的这个w乘以x加b等于0 这个公式里面 得到这样一个方程 好 那么同理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点 把这个23点也代入 因为我们这个23点在这条线的上方 所以它的g值应该是等于负1 所以呢 我们看到就是x1等于2是吧 乘以 之前我们解释的这个 omega1 也就是2乘以a 加上3乘以2a 是吧 3 这个点3 乘以2a 等于6a 是吧 所以就是2a加6a 加上个omega0等于1 得到这样一个方程 所以分别有两个点到两个方程 那我们看到 这个方程组里面有两个位置数 一个是a 一个是omega0 那么通过解这个方程组呢 我们就可以解出来omega0和a的值 那我们解出来之后呢 是a等于5分之2 这个omega0等于负的5分之11 这时候大家记得 我们之前定义的那个 weight vector 是吧 它是分别是a和2a 那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知道a的值是5分之2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求出来 把这个weight vector omega 它当然就等于5分之2和5分之4 对吧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weight vector值求出来了 求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 我们要最终要建立这个超平面的方程了 因为超平面的方程我们其实已经定义好了 它就是 omega乘以x加b 那么omega已经出来了 它是5分之2和5分之4 那分别乘以x1和x2是吧 因为x是一个二维的向量 减去 b b bias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作 这个 omega0是吧 omega0我们解出来是负5分之11 所以呢 就是减去负5分之11 那么这个方程呢 进一步可以化解一下 因为 但它等于0的话 就相当于 我们要建的这个超平面 也就是说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直线 那么我们把它化解一下 乘以5 就得到 x1加2倍的x2 减去5.5等于0 那么这个值等 这个方程等于0 就是我们要寻找的 所建立的这个超平面的值 好 那么下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所有这个 超平面 也就是说在这个直线上 上方的值 是吧 我们带进去 它都是大于1的 任何一个点 带到这个方程里面 在这个点之上 它都是大于1的 在这个直线之上 它都是大于0的 那反之呢 我们任何一个点 在 左下侧的话呢 如果在 这个1 也就是它 它是一个支持向量点 是吧 它之下的话呢 它都是小于负1的 好 这就是完成了 我们如何来建立一个超平面的一个方程 也是SVM里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好 本节课的内容就在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将结合Python的实例 给大家介绍 如何利用Python进行编程 来解决 通过SVM来解决一些归类的问题 我们将结合同样的这个问题的实例 给大家介绍 在程序里面 我们如何来找到 通过使用SVM这样一个分类器 来进行归类 和找到这个超平面